为了落实性别平等,政府从2012年起实施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刑事歧视公约施刑法》, 检视国内超过3万件法规,其中不符公约精神的高达228件。 政府计划从今年底前完成修法,而第一步打算从公家机关做起, 不再硬性规定警察、消防及海关等女性员工穿裙子。 不少学校都规定女生要穿裙子,之前高雄三民家商规定女生如果穿长裤必须填申请单, 还得附上医生或家长证明,引发力尾开记者会批评。 为了落实性别平等,政府打算从公家机关做起,取消制服规定, 未来依工作导向来穿着,警察、消防及海关等单位, 不再硬性规定女性工作要穿裙子,未来三年内将全面推行到各公私立学校, 取消女学生的制服裙。 联合国在1979年通过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, 是保障妇女在工作教育等各方面的权利, 我国也在2011年完成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施行法立法, 2012年起实施,行政院在检视超过三万件的中央地方法规后, 发现有228件不符合公约,计划在今年底前完成修法。 对此妇女团体乐观其成, 但也认为政府谈性别平等应该从手掌带头接受性别平等教育。 黄首英也表示,除了法令、文化上、观念上的改变也刻不容缓, 像是嫁女儿时会泼水会丢扇, 或是在结婚典礼上由父亲把女儿交给新郎, 都是有在家重复、出嫁重复的性别不平等观念, 这些都不是修法就能扭转,还需要社会共同努力。 记者权子陈立峰台北报道。 今天的新闻通就来学裙子要怎么比, 两手自腰侧向下滑,再看一次裙子。